大家好 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星期一 明天是10月1日 國慶假期 是我們祖國的75週年國慶 才祝願我們祖國繁榮昌盛 我們香港也是恩恩向榮 其實因為明天是慶祝我們祖國75週年 有極之多的優惠 例如最吸引我的就是看戲戲飛半價 亦有很多餐廳有七折優惠 但我想問各位網友 究竟大家會留港消費 享受這些折扣 還是已經預約去旅行 還是會北上消費 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更新 關於移英港人 BNO的一些近況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有個鐵文 有個BNO說 回香港才是唯一的出路 究竟他為何要回香港 又為何這是唯一的出路 我都會在影片裡跟大家詳細講述 和分享我的個人意見 我們立即開始 好我們立即開始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都有跟大家跟進 有關BNO 疑英港人的情況 應該是慘況才對 在上星期我在網上看到有一篇貼文 就是一位疑英港女貼出來 就說 她在英國幾年的生活 令到她的身體 出現了嚴重的警號 發文者是一位 疑英已經兩年的港女 她在 貼文一開始 就已經形容自己的精神健康 已經爛了 是非常之嚴重 原因就是 她疑英的兩年間 經歷了很多變化 包括她的愛犬離世 她的BB出世 上班辭職等等的事情 令到她精神壓力爆補 她更加形容自己 好像一個機械人 經常遊走在街上都不知道做甚麼 好像在做夢 正想著 一心 只是為了BB而留在英國 一切都會變好之際 突然之間她睡醒之後 就發現她半邊臉 不能動 出現面癱 以下下來 我就會稱呼她 做面癱女 她嚴重到 連睡覺的時候 都要用膠紙貼著右眼 才能睡 因為面癱的人 很多時候 眼睛都關不上 通常 為何一個人會有面癱呢 根據 醫學界的描述 是因為 患者 受到病毒感染 或者 自身 免疫力 反應異常 因為 面癱女 在疑嬰兩年間 都生活在極大的壓力之下 令到她的抵抗力 嚴重下降 因而出現面癱 都是不出奇的 《面癱女》在文章中更加形容 回香港 不是一個選擇 而是唯一的出口 這個貼文就到這裡 首先我講講我的看法 再次是證明了我講的 說話 時常講的 就是人離鄉戰 你去到外國 一個 不適應的地方 新的環境 又沒有錢 又沒有工 想著會好 就過去 完全沒有準備之下 當然 這個結局 也是可以 遇見到的 當然 我都是同情 面癱女 還有 覺得她回香港 也是對的 說真的 不要那麼辛勤自己 還有BB 其實回香港 多些親戚朋友 照應都是好事 至於有些在網上 已經疑嬰的港人 在圍爐取暖 就叫她 叫面癱女 不要回香港 頂住 之後會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 根本就是 繼續推卻落火坑 害了她 我是支持她回香港 因為她已經那麼辛苦 也是身體給了一個嚴重的警號 她應該絕對盡快回香港 接受這個適當的治療 以及得到親友的支持 除了生活上的改變 令到精神健康出現問題之外 有另外一篇 疑嬰港人的貼文 就是有關她喝英國的水 喝到脫頭髮的事件 她就說 自己是居住在英國的 硬水區 就是因為喝了這些硬水 令到她的 脫頭髮問題 非常之那麼嚴重 貼文一出 就引起了很多 同樣都是 住在硬水區的 網友訴苦 首先我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是硬水區 通常在英國的南部 和東部地區 例如好像 倫敦 肯特這些地方 都是屬於硬水區 而軟水區 就是位於英國的 西部或者北部地區 例如好像 威爾斯和蘇格蘭等等 但是普遍的BNOR 都會選擇 移民去 南部或者北部 其實因為地理問題 影響到水質 這件事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如果這位 疑嬰港人 想不喝硬水 就唯有是 移居去一些軟水區 但問題是他移居去那些地方 適不適應到 以及生不生存到 都是一個問題 那可能唯一一個辦法 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就是他買一個 雷水器 過濾一下 抗物質 看有沒有幫助 關於水源的問題 亦都印證了我之前說的 你移民去英國之前 一定要去 你所屬的城市 你想去的城市 考察一下 看看那裏的各個環境 生活狀況 以及水源 水質 適不適合自己 如果不是 你無端端去了 完全沒有做資料搜集 最後 絕對會出現 很大的問題 好像這位 硬水人 我和大家說少一點 題外話 普遍的亞洲地方 都是喝軟水的 歐洲地方 大部分是硬水的 最後 硬水人 如果不是 那麼硬 的話 也可以考慮 香港 講完硬水人的事件之後 另外一個 時常發生在英國 而英港人身上的情況 就叫做 冬天抑鬱 我覺得這個名字 已經很有詩意 那是怎樣的呢 主要是因為英國 一入冬的 氣溫就會急降 變得很冷 而且 經常下雨 但是 如果在英國 開暖氣的話 那就要計算 因為英國的 電費是非常貴的 特別是這個超級通脹之下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過 在英國的港人是有試過 燒柴 來取暖的 好像是燒柴不是燒炭 但燒柴會不會有二氧化碳的呢 有沒有開槍的呢 如果英國的朋友告訴我 燒柴取暖是怎樣的 我也想知道 除了寒冷的氣溫之外 英國入冬之後 是很早天黑的 而黑夜時間是特別長的 我以前在倫敦住過就知道 四點鐘就天黑了 真是 實在是 咦 天亮了一會就黑了 為什麼 實在是很不適應的 而且覺得 日後真的很短 生命都好像短了 因為 快有天黑 所以英國已經夠冷了 冬天 更加沒有陽光底下 令到 冷上加冷 晚上 但是英國人就不怕 因為很多他們喜歡 放了工 就去泡泡的 去喝杯酒 喝酒就可以暖身 喝到醉紛紛就回家 完全沒有什麼知覺 但是香港人 你們的BNO 應該就不會 第一 喝酒要錢 你有沒有錢喝啤酒呢 第二 你入到那些 pub 裡面 又適不適應到 他們那種 culture 也是一個問題 習不習慣呢 當他們 自己回到家 面對四半場 又要斬柴取暖的時候 而令到他們有冬天抑鬱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之正常的 其實呢 我之前一直說的 而英港人慘況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化 或者語言上的差異 但是 今天 我講的那三個例子 就是一個 很入獄的問題 是嚴重的影響到 BNO的 心理 和生理健康的 各位網友 而英港人BNO 有什麼問題都好 最緊要和身邊的人講 但是不要上網 因為上網 那些人都不是真的幫到你的 最緊要和身邊的親友講 和朋友講 真的不要顧著那個面子 有什麼就回香港 因為香港始終 家人都是你的家 可能有些網友會不同意我的說法 但是當 去到性命有關的時候 我覺得 什麼都不重要 最緊要 是 救回自己 我知道這個結尾 是比較沉重一點 但是 其實我在心裏面 都是想 這班異英港人 這班BNO說 是好的 始終他們 從前 都是香港人 各位網友 覺得我覺得 對不對 希望各位都可以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都要逐一回應 好了 今天 和各位分享三宗 異英港人 因為 移民英國 而身體 響起 嚴重警號的事件 就到這裏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我講得好 講得有道理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和大家繼續 update 關於 異英港人的情況 好像今天 和大家講 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和大家怎麼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講出什麼是對的 讓大家不會誤墮法網 我祝大家明天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多謝大家 假期 早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